濃濃黑煙直衝天際 遠遠看過去跟藍天白雲形成強烈對比 就連開在國道上都能看見 遠方的黑煙越來越大 火在地點就發生在新北市泰山 一間鐵皮家具工廠 上午十點多發生火警 現場濃煙從屋頂不斷竄出 還不時能看見火光 有一附近就是加油站 消防人也在現場要求民眾改道 不要圍觀 把握救援時間 或是經過一個小時才控制住 一共燒毀三間鐵皮屋 分別是兩間家具行 以及一間汽車美容 三名員工首部清商送醫 這回一共出動八十一車 以及一百九十四名的消防員 在現場撒水灌救 詳細的起火原因還有待釐清 以上是會掌握消息